与吴志书 曹丕 二月三日披白 岁月一得 别来行复四年 三年不见东山游探其远 况乃过之 思何可知 随叔叔往返 为祖解其劳结 西年极易 亲故多离其哉 徐晨阴流一时俱逝 痛可言也 昔日游处 行则连鱼 指则皆席 何曾虚于相逝 为至商着流行 私逐并奏 久憨而热 养而复失 当此之时 忽然不自知乐也 为百年已分 可长共相保 和图数年之间 凌落略尽 言之伤心 请传其遗闻 都为一集 观其性命 已为鬼路 追思西游 游在心目 而此诸子 化为愤壤 可赴道哉 观古今文人 泪不护细行 显能以明节自立 而为常读怀文道志 甜淡寡欲 有积山之志 可谓 彬彬君子者矣 著中论二十余篇 成一家之言 此意典雅 足传于后 此子为不朽矣 得连长斐然有数作之矣 其才学足以著书 美智不遂 两可痛惜 见者力揽朱子之文 对之问泪 既痛逝者 行自念也 孔章章表书见 微为繁复 公甘有义气 但未求而 其五言诗之善者 妙觉识人 缘于书记翩翩 志足乐也 众宣独自善于慈父 习其体弱 不足起其闻 至于所善 古人无以远过 习伯衙觉险于中期 众一父海于子路 统知阴之难遇 赏门人之末代 诸子但为未及古人 亦亦时之俊也 今之存者 亦不待矣 后生可谓 来者难悟 空无语足下 不及见也 行年已长大 所怀万端 时有所虑 只通夜不明 至亦何时复累昔日 以成老翁 但未白头儿 光无有言 年三十余 在兵中十岁 所耕飞衣 无得不及之 年语之奇矣 以犬阳之志 服护报之文 无众星之明 假日月之光 动见瞻观 何时异护 恐永不复 得为昔日游也 少壮真当努力 年依过往 何可攀缘 古人思 顶竹夜游 良友一夜 清何以自愈 颇富有所述造否 东望余意 财书续心 披白 今夜 dogs的开放 马瑶 刀 消灭 条